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全世界紧绷的那根贸易战的弦 似乎又可以放松了 美国总统川普转念又表示 他将取消对中国投资美国科技行业 实施新限制的计划 而主要依靠现有的一些工具 川普的一些顾问曾指出 这些现有工具不足以防伴 中国购买和窃取 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创新技术 川普周二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美国有全世界最棒的技术 有人来窃取它 美国就不得不保护这些技术 而这可以通过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做到 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是一个跨部门机构 负责评估外国投资是否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我们有优秀的科学家 我们有聪明的头脑 川普总统周二说 我们会保护他 这也是我们过去在做的事情 这一点可以通过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来实现 我们可以通过他做很多事情 我们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如果川普的上述决定得以维持 这意味着其向中国发出的威胁大幅松动 并且可能是7月6日对中国商品加征第一波关税前 向中国政府伸出的橄榄枝 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之外的投资限制措施 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计划的一部分 目的是阻止中国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所列出的项目 该战略力图使中国成为信息技术 航空航天 电动汽车 生物科技等十大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全球领导者 白宫五月发表声明称 美国相关政策将针对那些寻求获得 具工业重要性技术的中国个人和实体 致力于一项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改革议案的议员 在政府会议上也认为 没有必要采取额外的投资限制措施 参议院多数党党编 德州共和党议员John Corning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项立法改变旨在处理军民两用技术 这个狭窄却至关重要的方面 这方面正受到中国等国战略投资的影响 加强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作用的一项议案 周二以400票对2票的优势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一项类似的举措也已经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现在这两项议案需要进行调和 这将确保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评估更多交易 特别是涉及国有企业的交易 此外还将设立一个新的出口控制机制 以评估海外合资企业是否不恰当的将关键技术转让给外国公司 不得不说在对中国的贸易战中 鹰派和鸽派一直丝毫不相让 国会对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改革 将包括一个特别关注国家名单 这将使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得以审查来自这些国家的投资 但他没有明确的将中国列为目标 这样的结果对川普的经济顾问中的温和派 也就是鸽派 包括财政部长努钦来说也是一场胜利 努钦一直试图利用他对总统的影响力 来缓解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 他在私底下称 国会当前安全审查措施的行动 既可以防范对美国技术的威胁 也很具有针对性 足以避免扰乱美国经济 努钦试图阻止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 包括白宫的一些人打算远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 该法案允许川普总统通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来对中国采取广泛行动 这些知情人士称 国务卿蓬佩欧最近同努钦达成了共识 川普在竞选期间变主张惩罚中国的贸易行为 他的强硬派贸易顾问内瓦罗和莱特希泽 一直敦促他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令曾经担任高盛高管的鲁钦感到恼火 他建议川普不要实施明确针对中国的限制 警告称这么做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外交和法律难题 如果川普最终决定 主要还是依靠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来保护美国技术 这对美国财长鲁钦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 以及其他一些此前试图掐灭美中贸易战苗头的美国官员来说 将是一场重大胜利 鲁钦一直担心海外可能把这些投资限制 解读为美国关闭市场大门的第一步 他在6月份告诉记者 美国是全球投资环境最开放的国家之一 未来仍将是国际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该决定还标志着 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内瓦罗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代表的所谓民族主义势力的主导地位暂时结束 数月来美国政府内部这两大阵营就中国问题争权夺势 而这种斗争必将持续 例如莱特希泽已经将投资限制 视为美国贸易武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他6月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从国家安全方面来说 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有局限性 对于现在已经被取消的新投资限制计划 他说 新限制对国家安全有更广泛的定义 然而 内瓦罗以及其他川普政府人士担心 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 未能有效阻止中国收购生物技术 以及对可能产生新技术的公司 进行了小规模风险投资 中美在贸易问题上的争执仍在继续 美国将对规模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征收25%的关税 中国已经威胁对美国采取对等措施 川普则威胁称 如果中国真的这样做 美国将对多达4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征10%的关税 而北京则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向美国施压 比如加强美国企业管制审查 向美国企业竞争对手发放在华经营许可证 最近几周在白宫提议对中国采取其他反对的强硬贸易措施时 努钦一直保持低调 但周一在对川普的贸易战可能会伤害美国公司的担忧 日渐加剧时 努钦再次露面 在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详细报道了 本周公布的对中国投资的严格限制后 这位财政部长在推特上代表川普开口 称相关报道是假新闻 并暗示财政部会支持一项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大规模提案 它不是针对中国 而是所有试图窃取我们技术的国家 所以这一次见到闲上还是没有发 这上下起伏的情节堪比一出大戏 难怪有网友说 什么娱乐新闻谁有空看 现在看贸易战更刺激 感谢收看华尔街焦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